欢迎来到 Zen 世界,一个分享知识的地方 大家近日应该会听到不少有关股市见顶的新闻 然后开始担心自己的资产出现亏损 希望用尽全力去保护自己辛苦赚回来的钱 所以今天Zen 想和大家说一下 什么才算是安全的投资 要做出一个安全的投资 你必须对未来有一定的概念 当你很清楚了解一个行业的潜力 或者一间公司的价值之后 你就可以充满信心地将自己的钱投资进去 因为你已经很清晰地想过 到底自己做的投资有没有风险 如果你投资在自己深入研究过的公司 无论环境是怎样,别人的说法是怎样 甚至价格走势是怎样 你都可以睡得十分安稳 所以所谓安全的投资 其实就是一个可以令你睡得安稳的投资 想要安全地投资 你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然后持续用正确的方法去投资正确的东西 在思考一不投资安不安全的时候 你会想要问一个问题 这间公司提供的产品 是否市场真正有强烈需求的产品 你会想要知道公司提供的产品 可不可以不断获得消费者的注意力 然后持续使用 可不可以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市场都有需求 持续成长 可不可以在未来依然占有重要地位 持续领导 如果确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就有很大的机会在未来持续保有强大的成长率 下一步就是培养出超乎想象的耐性 内心这么等待你已经深入研究过 而且发自内心相信会有作为的公司 随着时间成长或者因为某些机遇而爆发 在这个过程中 你需要做的就是按计划止换 然后当它重新回到你预定的买入价的时候 重新入场 如果你投资或者选中的公司是好公司的话 你不应该因为止换过两次三次之后就放弃它 因为好公司拥有的价值 终究会被市场所发挖 然后走出一波大行情 令你的投资得到回报 很简单地说一个例子 如果你用同样的金额投资 然后每次止换设定8% 而你所经历的进场 因为行情不适而止换的次数是5次 那么你损失的总数就是投资金额的40% 听来好像很恐怖 但如果一间好公司真正走出行情的话 你获得的回报可以是100% 200% 甚至是更加多 所以安全投资的重点其实是深入研究那个行业 那间公司然后在判断出的价值之后 按计划持有它的股票 如果行情真的不适合的时候就止换 但是当它重新回到止换的位置的时候 你就再次进场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怕自己的钱会投资进一间会倒闭的公司 因为如果一间公司重新回到你当时进场的价钱 其实就证明了它至少都有人关注 或者还是一间相对有前景的公司 但是如果它一直向下走的话 你都因为已经止换 所以根本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而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你研究出的公司 或者达得出的结论 是大多数人都尚未发现 或者尚未认同的话 这个决定就有机会是你人生可以把握最重要的机会之一 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千万不要将太大的资本投放在单笔的投资里面 如果你可以控制到每一笔投资的金码 把它压在自己拥有的资本10%之内的话 那你就成功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足够大的安全网 令你可以在每次真的要止换的时候 都只是损失少各种资本2%的代价 这样的话就算你研究的公司 是人家眼中所谓高风险的投资 你都可以确保自己做的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 而且风险有限的安全投资 最后就用一个出名的作者 李少来书中的名言做结 听大多数人说的东西 参考少数人的意见 最后自己做决定 好,那这集的内容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订阅、投资、追踪啊SAN 不想错过任何内容的话 记得打开小铃铛 阿SAN 会为大家更深入地讲解不同类型的投资理财知识 多谢大家收看,下次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